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夜晚的环岛路本应是一派风平浪静的景象 不过沙滩上一些枝起桌子大吃大喝的食客们 却显得有些沙风景 离海边不远的沙滩上 一些商家临时搭建起一个一个的烧烤炉 把海滩变成了露天厨房 让欣赏夜景的民众望而却步 不少人反映 入夏之后这样的景象几乎是天天出现 这些烧烤摊每天都要营业到凌晨 一些商家还推出了海边卡拉OK等项目 时刻醉酒之后的歌声 混杂着阵阵烧烤的浓烟和火光 随风飘荡 让周边居民夜不能寐的同时 以让大家格外心疼环岛路沙滩的环境安全 从这个镜头上看的确有点乱 脏乱差烟熏火凉 那照理说呢 这种现象也不算是什么新现象 是个老问题了 但是有人就不理解说 为什么这个老问题好像是屡禁不止 杨律师你怎么看 老问题没有老的解决办法 老是用一个重复性的运动解决办法 所以这个事情就永远解决不了 今天你来了我走了 明天你走了我来了 这个游击战法的话 我们是肯定适应不了的 所以没有一个成效机制 像这样做 过几天还会回头 还会出复 就是经常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陈律你觉得呢 我觉得杨律师有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和模式有问题 就是只赌不输 其实你能看到 这若干年以来 一直想要禁止 一直屡禁不止 老是有不消费群体去做 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有需要吗 既然有需要 为什么不讨论一下 怎么能够有管理的 规范的去解决这些需要 而不是让他满沙滩的去蔓延 像这样这个毒瘤一样去蔓延 所以我觉得管理部门应该考虑的 不是光是去抓抓抓 而应该考虑说 怎么能够像大雨治水一样 把它疏导开 设立一些定点的地方 然后就你愿意去烧烤 好我们可以提供烧烤 但是在一个特定的这个区域 真正的引导大家 其实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我也愿意去吃正规的摊点的 有卫生许可的这些安全的食品 谁愿意在这些野摊子上吃呢 但是没有嘛 那我在这个地方玩的时候 看见刚好有 中国人又这么重视吃 可能就顺便去消费了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问题 应该在这里 我知道这个诸博市 经常是在那一带游泳 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刚才有提到 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需求 需求呢 那你应该想办法去满足它 引导它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需求还可以看你怎么分 这个世界上对毒品还有需求 对不对 但是那是我们要禁止的东西 现在我们对这个 这个烧烤的这种需求 我觉得要把它分开来看 烧烤 如果你是一个无缘烧烤 对环境没有什么害处的 OK应该支持 但是现在这种烧烤呢 污染空气 然后半夜这个上卡来 OK说实话 实在是噪音扰民 然后那个沙滩也会被污染 也会影响到感官 甚至会引起 会引起这个二次伤害 因为那些随意丢弃的这些垃圾 玻璃瓶等等 那在这样的这种烧烤 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去管什么 管这个卖烧烤的人 卖烤的人要不要管 要管 我个人意见 现在就是管的少了 为什么 我想啊 城邦干嘛去了 这个地方没有人举报吗 我就不信 它能发展到今天 我就不信没人举报 城邦干嘛去了 你天天不来天天不来 我当然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一开始我自己做 然后我叫老婆 孩子都过来做 因为整个村子 都可以过来做 对不对 所以现在才会出现 现在这种情况 第一就没管 第二我在想 管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 换一个方向思路 我们能不能把人 吃的这张嘴一个管住 你如果 管消费者 对对 这当然目前只是一个假设 如果你消费者吃到 在这也逮到一个管 罚一百的话 我估计大家也就不去那吃了 我就去一个能吃的 可以吃的地方去吃 那些人一看 这个地方不能做生意 那我也就到 那个地方去换一个地方 应该动用小脚针机 对跟土坛一样 土一次罚五毛 一个咽头罚五毛 其实你不用 你不用说 每个都抓到 你只要抓到几个典型 然后把它做典型 安定一宣传 大家都知道 我要替城管说一下 像这种体系下的 我是说真的是很难说 为什么 城管 每天在这守着吗 不行 他可能还有别的事情 然后别的事情 等着矛盾大了 麻烦多了 他就来开始搞运动 所以我们这种体质 造成这种来负败 但是还有一点 事实上吃是不犯错的 只是你吃的时候 乱扔垃圾 造成环境污染才不可以 所以你说 怎么能够约束这些人去吃 我觉得这个可能 提到就是一些吃烧烤的人 乱扔这个竹签子 的确 有很多人也是在投诉这个问题 因为在沙滩上 有很多竹签子 是造成了很严重的 这个环境污染不说 还埋下了很严重的 这个安全隐患 来了解一下 曾经有媒体 在白城沙滩上做过调查 在一片长约50米 宽约20米的沙滩上 居然埋藏着21根 长短各异的竹签 也就是说 对于光脚走在沙滩上的人来说 平均每2点4米左右 就埋藏着一颗 让人受伤的地雷 而且沙滩上光脚的人群中 孩子占了绝大多数 多数家长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只能临时充当一回 捡竹签的志愿者 对此 斯明城管表示 从8月1号开始 每天都专门派人 在白城沙滩上定点执法 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点为止 除了定点执法之外 还在附近沙滩进行巡逻 并不定期地开展 多部门的联合执法 这个是城管方面来表示 从8月份开始 要搞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专项执法 包括定点蹲守 包括来回的巡逻 这样一些战术 这样一些方法 陈雪觉得 他们这次开出的 这个办法怎么样 我觉得这都是老办法 原来不都是经常这样子的 运动是执法 当发现 这个机动难返 毒瘤很大的时候 大家一窝疯的都拥进来 这10天的时间 重点整治 10天之后呢 难道这个一等年的时间 都用定点蹲守的这种方式 有人也说 干脆对这些烧烤摊 刻意重罚 这个行不行 我觉得罚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尤其是在建立规则的意识 一定要让这些 已经开始策立的这些人 知道在这中间是无力可图的 他要为这付出代价 这确实是 但是总体来说 建立规则意思不是靠这个 而是靠管理者的智慧 我觉得既然发现 这个地方是重灾区 一个就是应该把它 掐灭在萌芽状态 一发现有的时候 相关部门就应该管 而不应该等到 它积累到了这么大的时候 第二个 既然是重灾区 应该藏住点 就在这一带的海滩上面 就专门设几个执法人员 是24小时在值班的 而不是这种 又来了走 赶了走 跟猫捉老鼠 这样的一个游戏 另外一个 我觉得 与其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发现 很多城管理者 没存 现在是要求 尽量的人性化 可是在有一些 重病的情况下 人性化是不够的 不应该是只抓不打 而应该把有 现有的这些规则 真的执行下去 抓了就罚 这就像打小孩子 你要打到疼 他才知道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就是狼来了 不能光喊狼来狼来 老是不来 真来的时候 管不了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也是我们管理者 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通过冲赌结合 也是一个重要的 你要弄一个合法的点 在这里头 让他来 这一块进行 就是搞一个 专门的烧烤区 不一定是烧烤区 可能比如是 你有一个店 然后告诉他 这一片是你的范围 你一旦发现 你就必须举报 而不是我们的那个城管 在那蹲守 对吧 蹲守人还 还有个反蹲守 你在那蹲守人家 听这个杨律师的意思 搞一个特许经营 说这一刻地上 你可以做 完全可以这样 完全可以通过特许去 把我们下面特点的 东餐也搁在那里头 然后让他满足 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同时对这一块地 进行一个管理 如果是这么搞的话 会不会有人担心说 这里面会不会出现 利益交换 有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难在哪呢 就是说你看白天 你很少能看到 这么多烧烤摊的 都是晚上 夜幕下 这个时候 而且那个烧烤摊 现在就像讲的 它现在我们也知道 会有人来打击它 所以呢 它的那个竹签子 它都 以前我们烧烤 是那种铁质的竹签 吃完你是还给它的 对 你就不会扔到 因为它那个是有成本 但是现在 那个东西就扔 对 我为什么要扔 因为这样东西 我方便 我做生意方便 如果万一城管来了 我也好跑 我摊的就那么大 现在小商小贩 它的成本太低了 它成本低 它进入这个 它又觉得 这个东西又特别好赚 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人很穷 这些人一个晚上 能赚好几千块钱 比我们赚的多得多 正是在打击的情况下 它在低成本 低成低什么 对 正是打击的情况下 它张转场张转场 所以实际上 以这个利润来讲 它完全可以 做成一个正规的一个店 它多付出一点成本 我做这个店 它照样还是非常有的专的 然后我也能把环境去弄好 我觉得我们从短片里能够看到 那个沙滩上设的 根本就不是临时的 一个能扛走的 都已经搭出小木屋来了 这些小木屋从哪里来的 就是半永久性的 对对对 那这些完全能看得出来 它根本没人管理 就是任由它 我觉得这方面 是不是游客 游客有点像过去 比方说 我们一些市政当中 刚开始出现的是一些 油冻的摊贩 比如说卖菜 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市场逐渐的规范 成为一个定点经营 然后相关的工商 再跟进 再管理 搞出一个新的 一个商业的液态 这个思路 是不是也适用于 这个烧烤摊的观点 我们来看看 场外有很多观众 发来的这个看法 一位朋友说 罚能够解决问题吗 怎样罚 标准又是什么 会不会变成 变相的收取保护费 就担心说 这个地方如果是 真要罚 会不会出现 变了味的一个东西 他一位说 一切都是管出来的 没有重罚 就不可能杜绝 另外一位说 法律规章制度要健全 不然谁会自绝呢 再一位说 支持重罚 可以出台法规 对长期不停劝告的人 刑事拘留 上升到刑事拘留的 一个高度 当然政府要疏赌结合 采取有效的措施 来管理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 我们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5G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提到这个烧烤摊 有人还提到 就是我们虎狼女 过去一段时间 也曾经是烧烤 造成很大的困扰 搞得好像是品位很低 结果后来整治了一下 从官方到民间 到街道 一些到什么商会 什么的 都想了一些办法 现在看似乎反应不错 这个会不会可以借鉴一下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 因为这个 鼓浪雨的这个空间 和环岛路不一样 环岛路它是依托 整个厦门岛 一个开放的空间 而鼓浪雨它相对封闭的 你想要拿上去东西 吃的用的 都是要通过这个船来特定的 所以它比较好管控 相对来说 人员的进入也是相对好管控的 所以不是这样子借鉴的 真正的要说起来 我觉得厦门应该重视的一个 厦门的海洋支援 包括沙滩支援 都是厦门所特有的特色 大家很多外地人来 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为了这个 还有一点 就是厦门真正的要发展的什么 旅游的这个行业 对厦门是一个很大的 支柱型的产业 所以厦门的市政府 应该专门针对沙滩 海洋的这些管理 出台相应的政策 甚至可以出台一些 可可以重罚的 就是现在有没有 有散建在各个什么 包括那些风景名胜区的 这个管理条例 还有什么环保的条例 包括城管集中执法的 这些都有 但是一个是处罚太轻 一个就是太过于散 没有相应的职能 我们把它能够 真正的规范起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 应该厦门结合自己的特色 制定一个专门的法律法规 这个法规 地方法规 有人说专门搞一个 叫做沙滩管理条例 对 然后能够真正的 比如说针对这个烧烤 我就在条例里头规定 第一个准入制度 是怎么样子的 你什么人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烧烤 什么样的条件可以 比如说你设备 必须是符合环保的规定的 而不是你随便拿一个炉纸 就可以来的 第二个 你所有要做的这些 必须自己清理 就像现在的这些路面上 所有的这些 这个商贩 每个商家 你都是要私行 门前三包的 对吧 你自己门前的这些 都要做到 第三个 所有来经营的这些人 你就应该承担 什么卫生管理 环保的这些费用 要为 因为沙滩的养护 它是特别的 要设立专门的 环卫工人 和专门的沙滩养护人员 用来复原 有你们破坏的这些 能够真正的 每天及时的复原 它就应该 承担相应的费用 才可以做这种经营 如果说要学习 古浪雨的话 古浪雨恰恰 最主要整治的龙头鹿 我直接参与过去的 当时跟他们 一配合他们一起做 龙头鹿 就是因为是商业区 他们就是龙头鹿的商业 互相的 形成了一个商会 大家都注意自己的环境 开始慢慢跑转起来的 然后对其他周边 对那古浪雨的那些沙滩 那个及时举报 抓早抓了 就刚一发生的一个 马上就处理掉了 不是等到后面 成为气候的概念 而我们的 我们这边的环岛路怎么呢 是等 等它形成一定的 气候以后 领导重视了 我们开始运动 转完以后 过两天又来了 再等 而不是发现一个 处理一个 另外一个重罚 我们其实我们 有很多法律条件 都可以的 市容管理条例 什么什么环境 保护条例 等等等等 都可以应用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分散的每一个来说 处罚都不高 但是处罚以后怎么办 你两次行动处罚以后 会升级的 你升级了几个 没有 而且是现在 所有的行动 都是敢仓意的 甚至连执法队员 都会告诉你 兄弟 最近执法的 你躲一躲 让一让 我把给我一个好环境 让领导过去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 所以这个形式就做出来 就是我们厦门 现在很多这种 流动商贩 它真的是一些流动人口 包括它的消费群体 它也是一些游客 所以在这种 对他们的管制 其实真的是 比较困难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没办法 好像用日常的很多手段 去遏制住它这种行为 说到这 我倒想到说 我们厦门的旅游 这些年来 有一个声音 总认为说 在很多方面 显得这个 档次股市很高 总希望做一些 比较高端的一些 旅游产品 其实放到海边沙滩的烧烤 我觉得宽泛讲 它也是一种旅游产品 就看你怎么做 如果说你把沙滩的烧烤 做得很有自己厦门的特点 然后有一定的档次的话 没准就是我们厦门 又一个很有特点的 海边休闲度假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要做不好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缺点 做好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个卖点 一个亮点 就看我们相关的这个管理方 引导的这个思路 究竟如何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头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回到 正在直播的TV头 您可以随时通过 我们屏幕上提示的方式 来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说到海边沙滩的这种烧烤 国内的很多城市 也包括国外的一些地方 在这个问题的管理上 都有自己的一些做法 有很多似乎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 也曾经出现过当地村民 在沙滩上撕射烧烤摊的情况 为此三亚市天涯区 组织了300多人的执法队伍 进行整治 取缔了16家烧烤摊点 查扣了30多辆三轮车 在青岛 承阳区通过集中设立露天烧烤点 推广无烟烧烤炉 夜间巡逻等方式 既满足了部分民众 对烧烤饮食的需要 又让投诉大幅度下降 在全民热爱烧烤的澳大利亚 公共场所会设置一些 用电或者燃气的烤炉 提供给大家免费使用 使用完之后 大家通常会自觉清洗 在对公共环境非常重视的新加坡 很多国家公园中 也设置了公共烧烤炉 市民可以通过网上 提前预定交费之后使用 使用期间 会有工作人员确认身份 这里面列举了几个地方 从三亚到青岛 到澳大利亚到新加坡 他们的一些做法 似乎好像对我们厦门 应该有启发 刚才杨律师提到了 台湾岛内的鱼人码头 做的很有特点 鱼人码头 不光是鱼人码头 鱼人码头它做的很有特点 它的餐饮都在 那个统一的位置 没有在外面的人 大家也不会在外面来搞 其实我们这个很多了 像香港的新加坡大道 也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供给的一个场所 来活动的概念 而我们现在没有 我们没有以后 就导致的消费需求 没办法获得 也没有一个管理 没办法进行管理 我们大家也没有发现 下面沿海的一些用地 基本上都是给了酒店 很少是给这种 小型的从业者 对吧 因为可能大家就 寸足寸进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们在城市 都想着做高端 对 都想着做高端 但实际上市民的需求 不是人人都高端 它总有一部分 是那种中低端的这种需求 但你应该给它 相对给划一些 适当的地 给它做一些开闭适当 沿海有没有地 实际上还是有的 这个我觉得 增购案不就是 比较适合搞这种地方 对 而且它就是 因为就是在沙滩的这个沿线 其实能够看到 我们是有一些规划 可以设立一些休息点的 就是在沙滩上边 隔大概有多少米的这个距离 原来自民区这边 接管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规划 大概合理化的 通过人性化的设计 有间隔多少 设一个休息点 可以给这些下海去玩的游客 因为你要发展旅游 可以洗洗脚 然后冲洗一下海水 这个污染 这是一个综合服务区 然后综合 把这个服务区适当扩大 就可以卖一些餐饮 所有的这些饮食的 都解决在这一个固定的区域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没有执行下去 像这个东西 它可以把我们 厦门特点的餐饮 厦门的一些品牌 厦门的老子号 把它摆布下去 让人享受我们当地的这种 但是这个有没有问题 实际上据我观察 你真正晚上 在那个地方吃东西的 往往不是厦门人 都是游客 是游客比较多 游客呢 他往往又爱吃个烧烤 海边吹着吃烧烤 或者是什么炸鸡配啤酒 这几乎是经典标本 全世界都这样 然后他们又到处乱扔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我在想 是商家是不是也有一点 又负责要去提醒 或者说 哪怕我们旁边竖一个牌子 这个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不要乱扔 我觉得根本就不需要竖牌子 你说作为任何一个 出来旅游的中国人 有哪个人是不知道 沙滩上是不能扔竖牌子的 关心是习惯 人人都知道的 而且现在在沙滩上发现 除了这个竖牌子 还有一个最大的污染 你知道什么吗 啤酒瓶子 不是这个 而是那个 有扣电池 你想不到吧 非常多 留个电池干嘛 都是自开杆里面用的 用完就往旁边一扔 那个东西对环境污染 对环境污染非常大 所以实际上我们厦门 就不仅是说从这个简单的 我们从海洋保护的 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应该去出台 相关的法律法规 来遏制住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一旦 赶到就是要重罚 没有什么好想 这是第一步 引导是第二步 这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场外的一些看法 一位朋友说 时刻也要提高 卫生安全的意识 毕竟路边摊是不卫生的 另外一位说 重罚可以杜绝 几次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关键是执法部门要坚持 不能够搞一阵风 他一位说 小贩一晚上的收入 可以买十个烧烤架 即便是被没收了 同样可以很快 拿一副新的出来 根本无法对行为人 做出任何行政处罚 怎么来加重 他一位说 罚款是根本阻挡不了吃货的 就架不住吃货 实在是太多了 市场很大很大 全世界都有吃货 但是人家就能管好 我们为什么管不好 说明我们的方法不对 我们的方法不对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运动式执法 就是抓了以后 然后又达不到重罚 没有综合处罚 只是执法队执法以后 行政执法 没收了就算完了 他没有其他更严重的 一些惩治权 你比如说 如果你比如说 要给你做笔录 要把你登记 要你的身份上 第一次行政处罚 我给你下达 第二次行政处罚下达 第三次我就可以转成 更高的行政处罚 其实不是 你说全世界都有吃货 但是只有中国的吃文化 是最特色的 比如说这个 一边走一边吃 你想想 我们去世界各地 几乎只有中国人 有一边走一边吃的 这样的 这个算是一个标配了 对对对 所以中国人 对吃的这种的追求 是真的是 实在是很大进去的 确实很有乐趣 似乎很多人就喜欢 这个一边走一边吃 但是问题是 一边走一边吃是可以 你不要乱丢垃圾 你在哪里一边走一边吃 你比如你在星光大道 一边走一边吃 不要紧 他走一段时间 他就能够摆个地方 你在沙滩上 你一边走一边吃的话 那我就得有哥的地方 如果你允许我这样的话 要不你就必须制住我这样 所以现在厦门说实话 在做这个垃圾不落地 在很多小的区内推 这个我觉得我是赞成的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目前整体这个素质 达不到 或者说外来人员 你管控不住的 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在各个主要的 这种这个沙滩上 有必要还是应该 设一些垃圾桶的 我们现在的垃圾桶 基本上都在岸边 非常的远 你在沙滩上 有的人说 找个垃圾桶 对 有的人可能担心说 这个不太好看 对吧 但是想想跟安全相比 可是问题在于 多远设一个垃圾桶 算是合理的 其实我们想想 对于厦门 我们都能想到 我们都去过海边 厦门的这个沙滩 走到岸上去扔 也没走不了几步 实话说 所以你说 能够密集到 每走一步都有垃圾桶 那对于一个沙滩的景观 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要不就你动人 对于中国人来讲 他永远都要 就是刚好我要扔的时候 旁边有垃圾桶 这个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目光触及范围内 还是应该能看到 这个在厦门比较难吧 因为厦门的沙滩太多了 太广泛了 要不就弄上一些朝阳大妈 那个西城大街 站在那儿 一看它扔就发 你还能解决一下 对 就是扔烟桶 就是说你实际上 还在那儿的目光触及范围内 应该有一些垃圾桶 我觉得这样会算帮不过 我还想是不是也是因为 这些年我们厦门环岛都被一带 温厚还慢慢的忽然一下 前面没这么多 前面没有 他这个都已经没有 他也就是那个局部 很多地方还没有了 那个局部你完全太短了 没多大地方